谁说我没有男朋友了 明天云顶酒店同学之会 吃得大了 去哪儿去吧找男朋友 啊 我的购物公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小朋友 明天挣多少钱啊 五个吧 才五块 这样我给你五百 正好呢 我刚答应了朋友 带男朋友去参加宴会 正好你可以 姐姐我还想 这不好是吧 想什么呢 是赢我儿子 啊 那我再给你 你再买套好点的衣服 明天我开超跑 来接一期云顶酒店 小舅舅 你怎么刚回回 又晚上cosplay啊 家族已经准备了 明天的接风宴 快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刚才有人花了钱 请我当儿子 还说要请我去 云顶酒店吃大餐呢 你接着来啊 这就是你来的牺牲啊 这就是你说的超跑 那怎么了 三百六十度全景超跑 超节能超能跑 哇听起来很酷耶 我还没做过两个 论子的超跑呢 来吧上车 我这一次啊 还特地邀请了 我们的帮花 米丽和她男朋友呢 帮花 什么花都不如有钱花 就是 不能还没有我们配票呢 找了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 刚刚我可在外面 看到米丽了 骑着个小店驴 还带着个小朋友 小店铛停车呢 不好意思啊 哥们 路上主车迟到了 哟 米丽 你开车来的呀 什么车呀 就普通的 超跑 三百六十路全景超跑 超节能超能跑 还真能吹呀 就普通一个小店驴还硬说是超跑 你这哪儿找的小孩啊 哎 你男朋友呢 我老公有事 这是我儿子 天呐 你丢儿子了 这衣服 是网上十九块九包邮的吧 哇 吃可乐鸡翅 我都没吃过 米丽 吃不起饭跟大家说呀 看吧 孩子饿的 什么呀 是管家平时不让我吃这么油腻的 瞧给孩子的 都说话 要是 可乐鸡翅都没有吃过吗 小素素 我可没买春牛衣物啊 米丽 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哇 车表 价值不分 皮皮大票 可是总裁呢 嗨 没有没有 还有保时捷呢 是什么总裁呀 大的表都是A货 小朋友瞎说什么呢 这可是花了两千万买的 识不识坏呀 因为真的已经被我当 被他老公买了 我老公 他老公 他老公谁呀 你俩就是这么会的 该不会 他那块才是总裁 他的老公就是 泽峰集团的总裁 顾宇 哈 哼 哼 咫 米丽 这小孩还挺逗的 我男朋友 他是 泽峰集团的总裁 哼 小朋友不会被别人骗了吧 我猜没有 你根本就不是顾宇 快 别说了 活遍 好啊 那既然他说你好不是顾宇 那就叫来给大家看看呗 该不被遇上真的 假的就不可谈了吧 你们 谁说我不敢来的